因為他沒有實聯制 第一他沒有實聯制 第二是他也沒有定位 他是臨時去的 第三是他可能有資訊落差 因為他是移工 所以他也沒有注意到說 大家是在講這些事情 可能 所以他就一直到說 其他同事也都有症狀出來的時候 才去採檢才知道 所以最主要的話 所以我剛剛講這幾個原因 那跟他們環境的設置有關係嗎 為什麼會12天內就直接擴散 因為他時間拉很長 如果說他是9號去用餐 到21號已經12天了 那12天看起來 全部應該至少是一個禮拜到10天了 當然人數就會越來越多 這個是可以想像的 他們廠區的環境 有沒有一些比較不可控的因素 比方說像是隔間 或者是說員工跟員工之間的距離 沒有辦法拉 這個我們要再去詳細的看過 我想 如果以Omicron這樣的速度 你就算隔間什麼再好笑 他還是會傳播的 我想這麼多天的話 大概沒有辦法說說不傳播了